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华创联行A-House 我是主持人 Leo 如果大家体验了珠海十字门中 在环境天下5号地快 218和169的产品 这期节目大家一定要认真看认真听 因为 Leo 会和各位YouTube的观众 介绍一个从未看过的黄金户型 都是独梯独火的阳房设计 今期的节目就是140平的独梯阳房 5号地快 E13 1502 出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两个唯一 传说中 环宇天下可以看到金丝带前腰的户型 亦都是环宇天下罕有地可以同时飽浪山水的户型 今期跟大家介绍就是我们E13 5号地快的顶楼1502的黄金户型 这个户型在以往基本上大家没有看过视频的 现在我们按照燃楼发售的阶段 和大家做一个最完美的展示 当然Leo现在身处的位置就是我们环宇天下5号地快 小阳房第13座的单位内容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外面的这个景观 可以说是湾区非常稀缺的一个山海之源 当然大家可以看到刚刚说的第一个唯一就是前面的这条磨刀门水道 其实当然日头的景观主要看水景就波光亮亮 其实这里最美的景观反而是我们傍晚的时候 我们这个单位的正朝向是正西南 大家可以看到日头早上的阳光是可以晒整个露台 但是就不进屋的 我们现在的时间接近中午12点钟 我们的阳光基本上晒了我们整个露台 百分之一百的一个位置 但是进不到屋内 这个环境是非常之舒服的 当然西南向的单位 我们大家知道磨刀门水道 是一直从我们的十字门 作为西岗的支流 从西面一直延伸通过横琴大桥 是往我们珠海金湾区的一个方向 而这个位置就是每天我们日落的一个位置 日落晒着这条磨刀门水道 旁晚来看的时候整条缸是金色的 所以这里基本上環天很罕有地 可以看完整条金丝带的一个固形 当然大家看到了 面前有山有水 山海之源的稀缺性 大家就不需要再担心 这里也不需要再重复了 所以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前面的这个 猫山新林公园 在以往我们介绍的湾洗 就跟大家介绍过了 由我们本土的大型国企 我们的华法进行改建 总投资八千万 而这个山左右两边的设施 是自然不同的 首先我们看到我们正下方的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的西面角的这个位置 有两个很天然的水塘 这两个山体是未经开饭的一个状态 而我们靠近浅滩的这个位置之后 会有一个很大个的露营公园 以及一些体育的设施 喜欢打羽毛球、网球和蓝球的朋友 未来到这一边就可以去享受到 这个山体公园给大家的一个生活感受 这里现在身处的就是在我们单位 长达七米半的一个L字型的 这个我们叫做大型的长滩露台 首先我们从南至北跟大家介绍一下 南面的这一部分 其实是做了L字型的一个户外庭院空间 这一种也叫做我们的庭院露台 怎样说呢 我们大部分看到的一个露台的位置 平时都是一条长的长方形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是做了L字型的 这个地方是一个方形的位置 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方位去做一些户外的地板 户外的傢俱 这个位置就是平时大家想越看景最好的位置 所以这种户型我们叫做庭院露台 那我们来看看厅 我们的总面积140平 做了一个四房两厅的一个户型 厅的整体开间有五米 正如我们以往介绍过 黄亦天下的绝大部分的四房单位 都是做了一个五米的大方厅给大家 景观视野非常之舒服 首先我们先从我们的门口开始介绍 作为我们五号地块的产品 肯定是属于独梯独户 一个尊贵级的户型 首先我们进入口后 都会和我们169和218的单位 享受同样的入户空间 而这个阳房我认为最好的地方 是它在门背脊的位置 有多一个大型的粒位 大家看到吗 这个粒位不算大 大概1.5平方 在里面粒位的所有墙身 是没有活动的门架位 亦是大家不会看到有消防的泵喉 不会有水和电的标位 这里我们基本上可以做到一个通顶柜 平时摆扎物或者摆鞋都真的超棒 到门都会进来了 一进进门我们会看到一个交标的圆关 圆关的右边是我们第一间客房 这里是属于现房发售的状态 大家可以看到所有的木地板 是帮大家做保养 做狐狸 所有的单位都是一线的山海景 首先我们看看主窗台的位置 由于我们现在身处的位置 是住宅楼体的15层高度 刚好和我们猫山的森林公园 落坡的山脚位 基本上是一个持平的状态 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 整条横琴大桥 猫州水道和我们的山系公园 是谨言有罪地不会互相重叠 也就是说我们不会错过任何一部分的五官 这里也是一个很传统的140屏 属于南北通的一个户型 当然我们的主潮向其实是西南 当然我们的尾部肯定是东北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餐厅的位置 属于一个东北向的位置 当然我们140屏的单位 做了LDKG的一个 筒片的一个系统 也就是说我们整个动线上 是一走到底的 OK 餐厅的位置和我们厨房的位置 是互相相连 但是又互相相隔 相隔的位置就是通过这个 应该说是中学做的特别好的位置 就是我们Rosary的一个吊烫门 整个烫门 烫起来的感觉 大家可以看到 两个功能间是完全分隔开的 但当我们需要一个更加共融的 居家环境的时候 我们都将这个烫门全部去 摸起来 它整个给我的一个阻尼感的 一个物理反饰 非常之舒服 欢迎大家来这边参观 体验一下 好了 那么交流标准方面 这个阳房的交流标准 其实和我们五号地 和四号地的产品 非常接近 我们在用四号地的瓷砖 和四号地的硬板 但是我们在一些板材的用料上 其实我们在用五号地的产品 这边做了一个三线玻璃的 两推窗式的设计 洗射主的分布 都是很完整的 中度属于我们交付的标准 而中度的隔壁还有一个生活露台的位置 这个单位我们是一个双露台的产品 好了 这里就是一个大概2.7平方的一个生活露台 平时的洗衣机和洗衣柜 全部都可以安装在这个位置 其实我们可以给多些时间在外面的观看 这间路无论我走去哪个位置 无论我遵循这个LDKG的一个动线 或者我不遵循这间路的平时的动线 其实基本上外面的景观 是永远都会出现在这间路 我好期待我们黄昏的时候 选一个最好的机位给大家看 黄昏真的非常非常漂亮 我将整间屋的灯全部弱化 用微光源 将尽可能地将外面的景观收进来 这个view真的非常好美 那里面的静区都是传统户型 通过一条走廊分隔所有的静区位置 首先第一间房是我们的公共卫生间 大家可以看到 现前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我们的交付标准 左右两边门对面有两间房 第一间房就是和我们庭院式的露台相伦的房间 它的房间也不算很大 但也偏实用类型 基本上是靠南向的房间 没有什么窗台位 而北向的这间房 我看起来的尺寸 最多是一个座位 或者是一个塔塔米 并去露窗台的一个位置 这间房是偏实的 这间房是偏实的 另外主人房 主人房做了一个长条形的设计 主要的目的都是为了将外面的景观收进来 所以我们将床头的位置 其实放在这里 很合理的 设计师当时设计的时候 都希望将外面的山海景还原进来 当然我觉得他们当时设计的时候 都没有想到原来 它旁晚的景色可以这么美 现在我们是日头 相对来说 近期朱雅的天气有比较大的埋 空气指数也不太好 所以大家看到外面不是很清的一个状态 基本上到了南天白云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对面 小横琴山和大横琴山山峰重叠的位置 我们有一句话叫层暖叠 层暖叠峰 因为这样读 好了 通过衣柜我们可以进入主人房的一个卫生间 这个卫生间的搭配 全智能的total进口马桶 然后里面会分了棋缸和浴缸 基本上它在整个胶标上 我认为它是在用四毫地的一个整体标准 但是它将整个固形安置在五毫地上 所以来说它价钱都会卖得更具性价比一点 当然这个静亚比我是以一个五毫地的概念去进行考量 但原则上它这个洋房卖得价钱都是偏贵的 当然你卖得贵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可以享受到 和别人不一样窗外的景观 我们看回最后一个画面 在我们主人房正下方的位置 我们会看到在前一座的顶部 由于我们环境天下的整个造型 尤其是五毫地化的造型是非常丰富的 我们会看到其实顶部由于它是没有特色户 它整个顶部做了一个皇冠的造型 最高的位置是接近七米的 中间是做了一个中空的甲层 这个甲层可以有效地去进行防水和隔热 尤其是隔热 所以基本上整个顶部不会被曬住 只有我们这一座的顶楼 现在这个身处十五层的位置 可以完全遇过前面的顶部 望穿整个磨刀门水道的海景 目前看到这个景 虽然看不到烟花 但是它的质感 一点都不会比218平方的单位差 所以这一条片的展示 我希望将环与大家没见过的产品 一次过奉献给大家 这一期介绍的就是我们E13的150元 对这单位感兴趣的朋友 欢迎连在右上方的电话 找到Leo 跟大家详细聊聊 记得看完一定要给个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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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刘梅